我 我却 却你相信 最渺小 最微弱 最柔软 最无畏的你 光亮你自己 时光音乐会特别直播 是不是给小伙伴们带来了惊喜呀 说实话 特别喜欢时光音乐会这档节目 尤其是周深参与之后 每期必看 从不错过 没想到节目还有特别直播 这是人民日报联合湖南卫视时光音乐会举办的 来听春天的音乐会 你们喜欢吗 历春时节 周深在来听春天的音乐会上 再次演唱光亮演唱现场 周深穿着一身春装 洋溢着笑容 用歌声带着大家走进2023年的春天里 这首歌曲 给人无限的无限的音乐会上 这首歌曲 给人无限的音乐会上 温暖和治愈 每一次听到他的戏腔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们也从他的歌声中又一次感受到温暖与治愈 愿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光亮自己 如果各位还回忆得起的话 应该还记得周深在第一期光亮演唱结束以后 赢得了满堂喝彩 这首歌曲也迅速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热搜 当时的众多前辈歌手都被周深的唱功折服 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实力的体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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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作为各大晚会的常客 元宵晚会怎么能没有周深呢 今天也是寒深极高的一天 将会迎来两个新舞台 首先是2023年全球华侨华人新春云联欢 节目于今天下午三点正式播出 周深带来一首《若思念便思念》 我知道你在眷恋 眷恋再不会走远 即使像个千里也并不遥远 什么样的歌曲容易打动人呢 充满感情的 戳人心窝的 周深的歌曲就有这样的魔力 人若思念便思念 终会相见 周深用他独特的嗓音完美演绎出来 他用歌声表达着一种爱 给思念的人们带去抚慰 打动人的内心 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跟我老师有关 我有一次也是很幸运的机会 可以去新加坡 我会有一个自己的音乐会 要连续唱14首歌 然后突然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盗难的时候就发烧了 然后就所有的彩排 或者我都是唱一句 啪刺开一句 就状态非常非常长 我就觉得完了 但我的状态怎么都不好 然后就在演的 当天接到我当时读书的同学 然后他们就说 你的老师因为自己在家 完生病就去世了 然后我就那一下我就觉得不行 就是孟老师他对我太好在什么 他在电视上看见我唱流行歌 他是会骂我的 因为我是学歌剧的 在他眼中只有歌剧是艺术 因为他唱了一辈子的歌剧 但是唱完一年之后他就觉得 哎呀我看见你也唱得很开心 为什么要去剥夺你欣赏你的艺术的权利 虽然又很固执 甚至是有一点点传统 但他还是会去接纳我的所有 所有他不任何的东西 他都愿意让我去成长 我老师就在跟我临走前就说了一句 他就说 你愿意唱流行你就去唱 但你要是有一天你还想学歌剧 还想唱更高的音 你回来我随时教 然后我就在新加坡就收到那个消息 我就对我就觉得 你就总是觉得 因为他就弥补了我生活当中爷爷的身份 就觉得我不能丢他的脸 然后就疯狂吃药 疯狂喝热水 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嗓子烫开 因为我觉得我那十四首歌 我要代表他的脸面 我就是唱给他 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我老师就在 就在看 因为真的 他就会在某个地方跟你相见 我在舞台上特别难受 脸发烧了红到妆都遮不住 但那一下我就觉得我老师 我就真的是没有失误 没有大失误把那场撑完 然后你不敢哭 因为哭了没有办法唱歌 然后唱那十四首歌 然后大家觉得 还好没有很丢人 然后我就回到酒店房间 我就 我就疯狂了 我就真的是觉得 自己很没有做到 因为我一直跟他说 我想带他来中国 但他身体一直不好 所以没有机会 然后后面也就只有一个机会 再回到学校 就给他送上一束花 点上一个蜡烛 我悄悄的就跟他 在他的那个位置 跟他说 我有一次 我发着烧 嗓子都哑了 但就是因为我看见了你 我就把那场都撑下来 对 你若思念 那你一定可以见到你想思念的那个人 对 这我很喜欢这首歌 谢谢这首歌 若思念变思念 和花开忘忧这两首歌曲 承载了很多周深对老师的思念 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还有今晚八点 2023年央视元宵晚会重磅来袭 还记得周深在春晚舞台上 现唱的花开忘忧吗 意境十足 让人听了非常的感触 周深和李光复 李桂田两位老师 合作的非常成功 央视还多次进行了转发和推荐 还成了央视封面 获得众多网友的称赞 还登上了热搜榜 期待周深央视元宵晚会的精彩演出 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 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 这种精彩演出的精彩 每次都是在公司去跳过去跟他们聊天 太可恬了 干嘛 等下我机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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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CAP 比赛 我愛你 我愛你